今天回到环宇全世界 来关注欧盟执委会 根据这个路透社的报道 在18号呢 执委会呢指出 他们正在搜集有关中国大陆 违反国际贸易规范的证据 而且要把这个证据呢 送到世界贸易组织WTO来处理 那欧盟执委会的发言人强调呢 为了要在WTO发起诉讼 欧盟是需要足够的证据 所以想请委员先来帮我们看一下 这个解读一下 欧盟如果真的是在WTO 对中国大陆提出诉讼 对中欧双边的贸易 直接的影响会是 这个案子要持续很久了 而且中方一定也会提出不同的证据 那主要他是说施压周边的公司嘛 也不要跟立陶宛做生意嘛 那这个当然是违法的啦 违反WTO的规定 那我估计中方也会有一套说法 那另外就是立陶宛好像在 跟中国要做生意有一些代号被消掉 那这也是违规的啦 就违反自由贸易 可是中方也不承认有这件事 所以这个是有矩阵的问题啦 所以要送到WTO去 对对对 那就是我们现在没有看到证据嘛 所以很难评论啦 那后续会不会变成就是一场政治的角力 我这个不会 因为本来各国就有贸易纠纷啦 而且中国自从加入WTO之后 一直都是最大的国家 跟最多国家发生纠纷啦 因为他跟120几个国家是最大贸易伙伴啦 所以本来这种案子就会特别多啊 所以欧盟不会作为一个单位来跟中国施压这种事啦 可是他会帮立陶宛啦 这可以理解啦 台湾也可以帮忙啊 台湾对国际有WTO的规则是非常熟悉 对不对 立陶宛应该也很熟悉 但是台湾总统也非常 最熟悉的 对不对 他也可以提供资讯给立陶宛 我前几天有看到台湾外交部有贴文在面书 支持台湾人多买立陶宛的食品 我就想这不是 但是台湾政府不是要做台湾食品的外销吗 为什么鼓励台湾人买立陶宛的食品 他还捐了实价这个无人机 仅用无人机啦 给立陶宛 我们正努力要买他的福特加还有巧克力等 啤酒 啤酒 你知道这个运费会多少吗 会用空运不可能 那太贵了 那海运要饶吗 才会到台湾吗 有可能吗 可是我想再进一步请教就是说 因为刚刚委员也提到说 欧盟这次要把这个中国大陆 这样一个违反自由贸易的 这样的一个事情 送到WTO去做仲裁 那主要刚刚提到 是因为中国大陆计划 要去经济制裁立陶宛 所以是说 现在看到说 除了直接封杀立陶宛的零组件 这些产品之外 对于欧盟境内的一些其他产业施压 要求在立陶宛这个有设厂的 要撤资 撤厂 那中国大陆现在扩大整个打击面 当然不会只打到立陶宛而已 其他一定会有其他欧盟的 这个产业或者是国家 老师我们怎么观察后续 它后续的一些可能的发展 我们如果从最高的角度来看的话 中国大陆跟欧盟的关系 一定会受先波折 那这也是有些人说 美国其实在后面玩得很高兴 反正我玩完不只是玩立陶宛 挑动立陶宛跟中国大陆的关系 而且欧盟因为必须跟立陶宛 站在一起 所以欧盟也必须跟中国大陆 采取更强硬的立场 那所谓的中欧关系 当然也会受到影响 美国反正就是隔着大西洋 在看这些事情 美国当然觉得很好 只要给中国大陆添麻烦 对我美国就是有利的 这是从一个很很广的角度来看 那对于中国大陆而言 刚才郭委员已经讲了 在WTO里面 当然应该会有一番争执 然后有一些争端解决的过程 那中国大陆在这方面 也是经验丰富 他不会不知道 可是他也会想 反正美国也是这样对我 对不对 那当然美国也会有自己的理由 那所以中国大陆对立陶宛 他也会举出 不管大家相不相信的理由 对 来制裁立陶宛 那到WTO的时候 这些争端解决 不管从调查开始 然后到最后 这个争端的仲裁机制等等的 曠日费时 好 第一点就是说 那立陶宛的这个政府 他到时候还是不是这个 所谓的 这个相对对台湾还不错的 这个政府 还会不会继续在呢 执政 对 如果这个政府突然一下换了 如果 那是不是中国大陆 跟立陶宛关系就解冻了 那这个争端可能就可以打消不存在了 好 那第二点当然就是要看 中国大陆也会想 欧盟当然会站在立陶宛 对我北京施加压力 可是 对我施加的压力 他们是真的会站出来 拼命的挥着拳头 跟北京说你不准这样做 还是说 我们鼓励大家 选择法律途径 在WTO里面解决贸易的纷争 而且在法律途径里面 我们觉得立陶宛是对的 也就是说是用文斗的方式 鼓励你走这个争端解决机制 但是大家会不会进一步 对北京施以反制裁等等的 北京可能目前是觉得说 这些欧盟国家不会了 他们只是在口头上 会跟立陶宛站在一起 然后就鼓励从WTO去解决 中国大陆跟立陶宛的贸易纠纷 可是现阶段的话 对中方来说的话 他要先去处理的就是说 因为立陶宛的制裁的事情 而被影响到的 其他欧盟的国家 对 但是我想说 中国大陆可能也借此 表示他所谓的守护主权 寸土不让的决心 你既然这样子 我跟你讲过了 你还是这样做 立陶宛我一定要先杀鸡儆猴 不然的话后面可能 说不定就会有其他的 中东的一些小国家 也可能会一样画葫芦 所以中国大陆 他应该是想说 如果现在调子不拉高的话 后面可能会给其他的人一些遐想 那他们可能 又跟台湾增进了关系 那中国大陆等于是 他的这个战火越点越广 对他也是麻烦 所以就有一就二 有二就三 当然立陶宛对于这件事情 我看现在的立场 也是还算是很强硬 我跟你讲去年8月 这个美国跟中国那个WTO的贸易诉讼 美国是败诉 美国现在还在上诉 所以伟人才说旷日费事 你看拖多久了 对啊 对啊 不过在这个时候 其实也看到德国有出来讲话 这个德国之声 他在18号的报道说 这个面对中国大陆施压 德国企业加入制裁的行列 欧洲议会当中 德国绿党的议员叫鲍瑞翰 他就呼吁 他呼吁是法国总统马克宏 还有德国的新总理肖茲 呼吁两国的领导人 都应该要出面表态 而且要表达立场 而且他特别提到了一点 他说中国大陆对欧盟的出口量 是欧盟对中国的两倍 所以呢基于这个逻辑 没有理由怕来自中方的反应 所以Russ 你觉得现在 到了这样的一个局势 中国大陆这样的一个施压 对于德国来讲法国来讲 接下来他们可能会的动作是 法国的动作很难分析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是进入总统选举期间 那中国这个议题 会在这次选举会多重要 其实我还觉得有一点早 因为最重要的议题 我觉得还是移民这个议题 或者非洲人 北非人 回教徒 怎么融入法国社会 那是老问题 第二个是疫情 或疫情之后 尤其是现在很多人在抗议 在法国上街头抗议 所以呢 他们有很多议题也不是把中国 或法国 中国关系 或欧盟跟中国关系 或立陶宛跟中国关系 也不是法国总统选举排在第一 所以连下次新总理 德国 他要很难做什么重要的决定 因为他要等到法国选举之后 才跟下一届法国总统 共同讨论 但是 那德国呢 德国 不能自己做决定 要等到法国有一个新总统出来 才能有一个具体的政策 是 大概每年五月 对 所以他只能等待 整个欧盟 其实整个欧盟 要等待法国总统选举之后 因为毕竟德国跟法国是半年最 在欧盟是最重要的两个国家了 不过这个立陶宛这个事情 确实最近 也让大家就是热切的讨论 主要也是因为这个 立陶宛他们也宣布 说呢 因为北京单方面的要求 立陶宛驻中国大陆的这个大使馆改名 所以呢他们要召回 驻中大使馆的临时代办 还有驻中人员 而且这个大使馆呢 会暂时用远距的方式 来提供有限的服务 立陶宛的外交部也表示说 中国大陆打压立陶宛的行为 这个是违反了 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 好 那黄老师 这个立陶宛 他们先把外交人员撤离了北京 然后呢 大家现在在关注的是 会断交吗 有可能吗 你觉得 什么事都有可能啊 在外交上 但是呢我觉得 在这一个立陶宛跟中国大陆事件里面 断交的几率非常低 我为什么这样讲 因为 今天如果因为中国 立陶宛 让台湾设了一个 Taiwanese Representative Office 台湾代表处 然后呢 中国大陆就跟立陶宛断交 好 那万一 刚刚我们讲过有一就有二 有二就有三嘛 万一 二出现了 那中国大陆是不是要跟第二个这样的国家断交 不然他第一个做法不是就很难自圆其说了吗 所以我觉得中国大陆不会把自己逼到那一个 几乎没有办法回头的路 所以你看他现在把大使馆降格成代办 而且代办呢也不合法签证 所以说实在 一个住处已经没有大使了 又不合法签证 他等于就是一个经典化的人 对 就是一个很有信心 好